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议 于7月14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 会上有加拿大等西方国家 对中国新疆政策歪曲实施 恶意抹黑 7月15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闻发言人徐桂相回应此事时称 这是一场丧心命狂的政治闹剧和谎言秀 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拉帮接派 搞所谓的反华共同发言 对中国攻击抹黑 给新疆打击三国势力的正义之举 扣上侵犯人权 强迫劳动等帽子 上演了一场丧心病狂的政治闹剧和谎言秀 事实上 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炮制的所谓新疆侵犯人权等说法 也遭到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谴责 那么在本届人权理事会上 68个国家联署请华共同发言 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 联合致函等方式支持和呼应中方的立场 发出正义声音 称赞中国在人权事业上取得的巨大进步 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近日美国国务卿会见部分境外将军人士 听他们讲述所谓在新疆的亲身经历 并对新疆人权状况说三倒四 这些人的身份早被证实是国际通缉犯和骗子 美国政客的所作所为更显得如同一出脑剧 这些所谓的亲历者不禁的由我公安机关 同纪的刑事套犯 还有呢这个冒充警察的骗子 他们伪造身份提供了虚假的证言 实际上是依靠这个散步 涉嫌谣言为生的演员 比如世卫会头目多里肯埃莎 是我国第一次第一批这个公布认定的恐怖活动人员 也曾是国际刑警组织红彤对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够 基本的事实会见这些所谓的受害者 并对新疆的人权状况的说三道四 简直是莫大的粉丝 当天的发布会现场 还与来自新疆不同地方 不同行业的七位群众进行视频连线 展示了新疆人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2017年10月份 我们马达沃森的第一批村民 绊倒了离县城七公里的 现在的这个奎林甲园 住进了明阳团厂的楼房 涌上了子来水 涌上了手机 开向了有线电视 这样的生活我们以前 超都不敢想的 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呢 多年以来 我最深切的体会就是 党和国家对各民族的 这个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传承 发展的重视度是非常的高的 在政策和财力上呢 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现在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特别免疫 感谢教育中心帮我 背脱了宗教几顿思想的祝福 让我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境外有些人说 我们新疆小数民族被强迫劳动 我感到很可笑 我们外出工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难道还需要强迫吗 徐慧向表示 透过这些故事 可以看到新疆所做的一切 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就是为了促进各民族 和睦相处 和谐发展 美西方个别政客 机构和媒体 颠倒黑白 造谣污蔑 他们这么做的根本目的 就是挑拨民族关系 破坏新疆安全稳定 阻碍中国发展壮大 徐慧向表示 百文不如一件 现在新疆政治旅游旺季 雪山草原气势雄浑 森林湖泊生机傲然 齐花一草 蒸香豆艳 瓜果美食 滋味悠长 欢迎大家去新疆看看